作为游击队的组织者 黄八妹最让人钦佩的品质 就是她的勇敢和震惊 为了打探消息 她把旅馆开在了日军的眼皮子底下 随后日本人得到密报找上门来 她不但没有跑 反而从容地梳妆更衣 换上了女佣的衣服 亲自给日本军官端上温热的梅子酒 震惊自若的黄八妹端了酒 很快取得了日本军官的信任 久过三旬 醉酒的军官甚至拉着黄八妹的手 开启了玩笑 不过这个日本军官做梦都没想到 就在她笑得最欢的时候 黄八妹突然从腰间拔出了双枪 军官们的脸上笑容 还没来得及收回 就被打中了心脏血溅当场 就是这么一个勇敢镇定的黄八妹 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她收到日军送来的后礼那一刻 却一反常态 突然情绪失控 失声痛哭 日军究竟给黄八妹送来了什么 这天 黄八妹的属下 给她带来一张日军送来的条子 八妹得到了消息以后 什么也没有说 她很平静地转身回了房间 可几秒钟之后 她举着双枪就冲出来 老师扶死了拉住了她 当时就出去和鬼子拼命了 对吧 小日本抓了我的母亲 让我用手上的游击队去换我的母亲 我怎么可能答应啊 但我要是什么都不做 我怎么对得起收我养我的母亲 在日本人的大牢里 黄八妹的母亲起初一言不发 后来才勉强答应给女儿捎口气 日军大喜过望 立刻给她松绑 可就在绳子解开的一瞬间 意外发生了 一个干爸爸的老太太 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 往墙上一撞就死掉了 翻译跟我说 母亲的死给了黄八妹致命打击 所有的痛苦和悲愤 在她心中都画成了两个字 报仇 牙还牙 以眼还眼 日本人杀了我们亲人 我们就要杀更多的日本人 报仇 这一次 我一定要替八妹讨回个公道 请不吝点赞 元営 筛 优优独播剧场 向语